哈囉大家好我是Mark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主題呢 就是愛多美講座的心得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講座的一些影片的片段 那我會根據一些片段的內容 然後來說明我自己的看法跟見解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愛多美講座的影片吧 很簡單其實今天我教大家一個最重要的心態是 你只要遇到對的人就好了 不對的人先放一邊 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 一定會遇到 被的人出現 好因為一個人他很難用兩三個小時去改變他的 明白嗎 明白 真的齁 你真的要聽得懂喔 今天來這邊最多就是調整一下你們的眼光 但是他沒有辦法完全改變你們 因為我的心態 或是我的看法是 我從22歲開始拍戲 一直到動物台 一直做網路 一直做業務 所以累積起來的 這個觀念在我的心裡面 我認為愛多美會來賺翻 因為我的經驗告訴我 但是那是你的經驗嗎 不是 所以你只能聽我的故事 然後去想想看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然後你要不要試著去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所以很難在三個小時去改變一個人 各位同意嗎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 最好就是碰到跟你一樣的人 好第一段影片 找到對的人很重要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認同這一點 也就是你不管在經營愛多美的時候 你是從緣故開發也好 還是你是從陌生開發也好 去經營愛多美 找到想要透過網路上賺錢的人 或是想要 節省日常生活用品開銷的人 從這當中找到想要的人 那基本上對方就是一個對的人喔 所以千萬不要去求別人 或是去說服別人 或是你硬要去改變對方的觀念 因為呢這一切會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 而且也很容易傷到彼此之間的感情 所以有時候經營愛多美 就像扮演一個業務的角色一樣 我們只是把愛多美這個平台 丟給對方參考 那愛多美這個工具這個平台 是否未來能夠解決對方的問題 如果是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那基本上對方就是一個對的人喔 好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來看第二段的影片吧 對所以如果想要改變 你就要去找積極的人 懂嗎 請問一下 你什麼時候有改變的勇氣 從你遇到一個積極的朋友開始 你想要減肥要找誰 正在減肥的朋友嘛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越變越好 所以環境這麼重要 好第二段影片 其實呢很多成功的人 或是很有影響力的人 他們通常都是聚在一起的喔 想想你在公司裡面上班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愛講八卦的人 或是愛抱怨的人 他們通常都是聚在一起的呢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改變成為一個 成功的人士 你就要找積極的人 而且通常這些積極的人 也是樂觀正面的人 又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以前在學校求學的時候 是不是喜歡念書 想要念書的人 或是想要考台經教的人 就會聚在一起念書 反而是不想念書的人 就會聚在一起 討論去哪裡玩啊 然後去哪裡混啊等等 所以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物以類聚啦 那在愛多美的夥伴 也是一樣的意思 這些夥伴裡面呢 想要賺錢的人 想要成功的人 想要擁有被動收度的人 他們就會聚在一起 然後討論市場 討論事業 討論要怎麼樣開發 等等等 大家會互相的學習 而且不只在愛多美喔 在其他的領域 他們可能也會互相的幫助 互相的幫忙 也就是你的人脈市場 好那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第三段的影片吧 好那請問 什麼樣的人每天在休息還有錢 到他的口袋 想想看 什麼樣有被動收入啊 你不能看封面就說被動收入啊 你要了解內容 什麼樣的人有被動收入 收房租 收房租叫什麼 包租 公貨包租婆 還有沒有 你們一定要了解 什麼樣的人有 你們才會去追求 各位知道嗎 好那請問 各位是不是都上班族 你們有沒有所謂的休息 就有錢的管道 有沒有 有的舉手 我有啊 我有愛多美 對不對沒錯嘛 好所以各位去思考 來 這些人有的有 有的沒有 你們是哪一個自己看 好你有沒有所謂休息還有收入的管道呢 也就是說你有沒有被動收入的觀念 被動收入雖然它是不再值收入 雖然說它是當你睡覺休息還能夠有的收入 但是並不代表你一開始就不需要努力 你還是要在一開始的時候辛苦努力的工作 建立好你的系統 只是這個工作型態 跟我們一般認知上班族的工作型態不一樣而已 所以千萬不要期待 一開始就能夠馬上的做起來 馬上的擁有大量的被動收入 這一切都是需要時間的累積的 也就是慢慢累積消費者 慢慢累積經營者 被動收入也才會開始慢慢的累積起來 然後你才會越做越輕鬆 到時候退休之後你還能夠有收入的意思 所以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 什麼樣的觀念 什麼樣的知識能夠在背後 Push著你 支持著你 讓你不輕易的放棄 讓你能夠堅持下去 讓你不會容易的陣亡呢 這一點很重要喔 好那以上就是簡單的心得分享 希望對你會有一些些的幫助喔 好以上就是剛剛的心得分享 大概分成三個主要的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找到對的人很重要 那第二個點呢就是在愛多美 你的夥伴裡面是否有人跟你一樣 志同道合呢 把這些人找出來 然後跟他一起共同的合作 一起共同的努力 你幫助他 他也幫助你 那第三個點呢就是 他是否有被動收入的觀念 你是否有被動收入的觀念呢 因為這點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點會讓你在愛多美 持續的進行 而且是讓你能夠在多美經營的時候 有足夠的動力能夠往前進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興趣 你都可以加我的LINE或微信來詢問我 好我是Mark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吧